大家好,我是刘伟医生 胃癌早期的三个症状 如今胃病已经成为患癌率极高的病症之一 现在许多年轻人因为饮食不规律 抽烟喝酒 这种不规律早早的就患上了胃部的疾病 其实胃部在出现癌变时会发出三种信号 仔细注意还是可以做到导发线导治疗的 第一是饱腹感 当我们在胃进食或者少量进食以后 就出现这种莫名的饱腹感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 要及时的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第二是胃疼 胃部位于我们腹部的中上方 当这个区域出现疼痛的时候 可能会预示一些胃部疾病的出现 而引发胃疼的原因很多 比如说胃亏 胃炎等等 所以如果你的胃部出现疼痛 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 确定病因 及到干预 第三是口臭 引发的口臭的原因许多 出去一些口腔的问题之外 还有部分原因 可能是因为胃部出现疾病 因为当胃部出现疾病时 消化系统就会减弱 从而导致口气的产生 日常生活当中 想要避免胃部出现病变 一定要注意合理的饮食 寄烟寄酒 多加运动 因为身体一旦出现上述情况 一定要前往医院检查 避免胃部出现癌变 危害生命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可以留言 告诉我 我们下期再见